大S最近在日本的不幸理事 相信很多人非常关心 也非常担心 他与前夫汪小飞所生的 一对子女的抚养权的法律问题 那么在今天这个视频当中 我们将向八个不同的AI搜索引擎 提出这个法律问题 并将根据回答的引用来源 准确性和数量 语言流畅度和准确性和响应速度 来进行评分 请首先 这是第一个应该是最多人用的 接下来的九个AI搜索引擎 我都会用同一套Prom去问他 请你根据他的情况 用专业的法律角度 分析一下他的子女的抚养权 应该归属谁 Search Reason 好 看看他怎么说 他说根据台湾现行民法规定 父母离婚后约定由一方行使 未成年子女的监护权 在该行使监护权的一方 不幸过是子女的监护权 通常会自动转移到生存的另一方 也就是父或母的一方 CheckGPT就给我说了 台湾的民法的规定 按照CheckGPT的说法 如果是大S这种情况的话 当约定行使监护权的一方过世时 根据法律为定子女的监护权 将自动转移至生存的一方 即使遗嘱中有其他安排 也无法改变这一法律效令 我来看一下他的这个来源是在哪里 他的来源是一个澎湃的新闻 然后他给我们第二个 法律依据是生母或生父作为法定监护人的优先性 除非存在明确的不适合进行使监护权 法律始终优先保障女子里有 直接血缘关系的生父或生母 担任监护人 大S与前夫汪小飞 虽然已经离婚 但因子女性双方所生 在没有在经合法收养程序的情况下 只有生父母才享有法定监护权的资格 我们来看一下他这个新闻哪里 是雅虎的一个新闻 律师这么说 然后CheckGPT给我们的第二个本案情况的分析 他说据公开资料大S与前夫汪小飞在离婚后 曾约定由大S负责而理的日常抚养与监护 也就是说在大S生前子女的主要生活安排是由大S执行的 大S不幸过之后的法律效力 根据上述原则一旦大S应病是 其原本尤其单独行使的监护权 随即失效 未成年子女的监护权自然会转移给生存的一方 由于目前子女的唯一生物学监护人为汪小飞 而再婚丈夫聚军业并未依法收养子女 其法律地位仅属于 殷亲关系故无法取得监护权 我们来看一下新闻来源是哪里 是一个凤凰网的新闻 第三点 在实际操作中 法院在判定监护权归属时 通常也会考量子女的最佳利益 经济条件以及与监护人之间的亲密关系 根据台湾相关规定及专家意见 如果离婚后约定的行使监护权的一方 或是子女监护权一般会自动转移至另一方 因此大S过之后 除非汪晓菲存在严重不适合抚养子女情况 子女的监护权依法应归属汪晓菲 那么她这个的来源是在哪里呢 也是澎湃新闻的一个律师解读的一篇文章 然后JGPD跟我们说 第三个可能的争议与例外情况 特殊的情况例外 如果汪晓菲因某些原因如严重需求 这个吸毒或家庭暴力等 被认为不适合继续行使监护职责 法院有可能根据子女的最佳利益 考虑由其他亲属如大S的父母或姐妹 或社会福利机构介入重新指定监护人 不过目前公开信息中并无此内情况的迹象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她的新闻来源还是 还是刚刚她给我们引用的一个澎湃新闻的 第二个是雅虎新闻中忠实新闻网的 来自台湾律师的一个解读 另外JGPD还跟我们说 大S的家人有时可能会试图通过诉讼 以变动最少原则 然后这里有个可能是法律上的词 以变动最少原则 或根据未成年子女的意愿 争取改变监护安排 但根据台湾民法的既定原则 只要生存的一方具备合法且适合的条件 监护权的转移就难改变 所以总的来说呢 根据JGPD的反汇 大S过世后 她跟前夫汪小飞所生的未成年子女的监护权 将自动转移至生存的另一方 也就是说会自动转移到汪小飞的这里 除非出现汪小飞被证明 不适合行使监护职责的特殊情况 比如说严重酗酒 比如说吸毒 比如说家庭暴力等等 否则 法院在处理此类案件时 会优先考虑将监护权交给他 JGPD给我们的这篇答案 主要是根据这两个新闻来源 给我们的这个答案 第一个是忠实新闻网的 律师的解读的一篇文章 第二个是澎湃新闻的一篇文章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下一个AI模型 下一个是Code 是我自己比较常用的一个AI模型 那么我们还是用同一个Code去问他 注意今天测评的九个AI模型 AI搜索引擎呢 我都是用的免费版 好我们来看Code怎么说 他说他是一个拥有2024年4月之前资讯的AI 所以他无法确认这个消息的真实性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我们就直接排除掉了 因为他不是实时给我们进行实时的搜索 好那我们继续下一个 Propacity也是一个很多人用的AI搜索引擎 连黄教主他也说他自己有用Propacity 也非常推荐这个AI搜索引擎 那么我们看Propacity 他怎么说 还有10个Source 他都很清楚的列在这边 他是根据哪个Source给我们的回答 那么前几个都是一些大众媒体 我们来看一下他有没有给我们一些比较专业的法律界的分析文章 那么可以看到Propacity 他引用的来源是比刚刚TrackGP要多挺多的 引用了10个网站的文章 刚刚TrackGP只引用了两个网站的文章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Propacity他怎么说 根据台湾民法规定一大S 不幸运是他与前夫汪小飞所生的一对未成年子女的抚养权将自动转移至汪小飞 那么他这个的来源是哪呢 同样也是雅虎新闻网 还有一篇是风传媒的一篇文章 那么我们看到Propacity给我们的回答 也跟TrackGP是差不多的 总体来说就是 大S留下的一对子女的抚养权会自动转移到汪小飞那里 我们来看一下他有没有跟TrackGP讲的有些新的信息 第二点是即使大S生前另有遗嘱指定监护人也不具法律效力 只有厚死的副货目才能通过遗嘱指定监护人 他的新闻来源是这个 是引用了一篇文章里面有律师吕秋远的一篇文章 他的发文表示除非汪小飞自愿放弃 否则大S的家样要争取监护权是非常不容易的事情 梁家这边是可以透过法律程序依据变动最少原则 及未成年子女医院向法院请改打监护权 但如果汪小飞不同意诉讼还是十分艰难 聚军业虽然是大S的先生丈夫 但他并没有正式收养这对子女 这是Propacity给我们答案 与刚刚的TrackGP给我们的答案相比 他引用的来源比较多 而且大部分是台湾媒体的来源 如果以回答的角度来说 虽然TrackGP给我们更加详细的一个回答 但是我觉得Propacity是回答的比TrackGP要好一点 因为他很简洁的说明了监护权会归谁 他的法律依据是什么 并且他有很多的现有的比TrackGP多的引用来源 然后在这边很清晰的告诉我们 他从哪里引用的这些信息 其次他还提到了大S的家人 如果希望争取孩子的父母权 可以考虑那些方法 所以从语言流畅度和搜索时间 给我们的反馈来说 我会觉得Propacity回答的 不管是流畅度还是简洁性 还有信息的来源 都比TrackGP给我们的回答要更加清晰和清楚 甚至他还提到了 如果大S的家人希望争取孩子的抚养权 给我们提供了一些方法 所以我觉得Propacity比TrackGP在搜索 这个问题的答案里 我觉得Propacity是比较好的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Copilot 同样的我们用Tone一个Prom问他 Copilot说 根据台湾民法第1089条第一项规定 如果附和母一方不能行事 侵权如死亡 则由另一方行事 大S与前夫王小飞离婚后 双方约定共同行事 侵权由大S担任主要照顾则 因此江小飞在法律上人事自语的侵权人 是大S在婚后也是如此 大S过世后 王小飞将自动成为子女的亲属人 不需要通过任何诉讼程序 同样的Copilot跟魁导我们的 也是同样一样的答案 王小飞将自动的成为子女的侵权人 那Copilot呢 比前面刚刚我们测试的 两个TrackGPT和Propacity 一点比较好的是 他直接给我们台湾民法的 哪一条哪一项规定 那我们来看一下他引用的是哪里 他引用的是 ct1.com的一篇文章 那他引用的这篇文章是 刚刚Propacity和TrackGPT 都没有引用到的一篇文章 另外Copilot跟我们说的第二点 监护权争议 如果大S家人希望让子女 继续留在台湾生活 并争取监护权 则需要依照民法第1094条 第一项规定向法院申请改定监护诉讼 大S家人需要证明王小飞 有明确不适合担任侵权人的情况 另外他也提到了遗产分配的问题 大S的遗产将由先任配偶 拒军业及两名子女共同继承 如果大S生前没有立遗嘱 遗产将依照民法第1144条规定 由拒军业及两名子女共同继承 我们来看一下他这个 这个信息来源是哪里 同样的是CityOne的那一篇文章 他引用的都是同一篇文章 总的来说 汪小飞将自动成为子女的亲属人 如果大S家人希望争取监护权 则需要向法律提出诉讼 并提供证据证明 汪小飞不适合担任亲权人 那么他引用的信息来源比较单一 都是这一篇文章 所以从引用信息来源的角度来说 我还是觉得propacity 目前来说是比较好的 无论是从回答的角度 还是信息来源的多元性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第五个 我们今天要测试的AI搜索引擎 好Germina我们来同样问同样的问题 他很快就给我们的回答 他回答的速度是 比之前刚刚要测试的都要坏一些 同样的他回答的答案 跟之前刚刚测试的几个 AI模型或AI搜索引擎的答案 就是一样的 将自动挥除光消费 那Germina第二点回答是 身负不适合担任兼护权的情况有哪些呢 若身负有以下情况 法院可裁定更换兼护权 对子女有虐待遗弃或未尽保护 教养义务等 有其他不利于子女身心发展的事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 Germina给我们的这个答案 并没有跟我们说 他引用的是哪个信息来源 而且我觉得他给我们的回答 大家可以看到 我在阅读的情况下是比较拗口的 所以我觉得Germina在搜索 特别是用中文搜索的语境下 我觉得他的答案并不如 刚刚我们测试的 无论是TrackGPT Propacity还是Copilot 它都不如其他几个搜索引擎 所以如果是评分的话 我们现在可以来做一个评分 TrackGPT如果十分满分的话 TrackGPT我会给它七分 因为Core它无法进行实时的搜索引擎 所以在这边我只能给它零分 Propacity它是目前来说 引用的来源最全 而且也是考量的情况也是比较多 而且语言简洁性是比较好的 所以我给它9分Copilot的话 因为它引用的来源比较少 两个 但是它比较好的是 它给我们说了 根据台湾民法的哪一条规定 所以在法律角度上 它可能会比较清晰的给我们引用来源 所以在这边我可以给它7分 跟TrackGPT一样 然后Germina的话 无论是信息的一个来源 和给我们提供答案的流畅度 我觉得都不如其他几个搜索引擎 所以在这边我只能给它3分 好接下来我们来测试一下Quark 这是Elon Musk的AI模型 第一次用这个 它要我填写 我的birthday页 大家想一想 那我就随便写好 只要成年就行了 95年吧 好同样的 它给我们的回答也是非常的快 它这边 我引用的来源是非常多的 直接在右边就给我们看了 它是引用哪些信息的 它引用的信息来源 除了有网上的文章之外 还有Twitter上面用户的一些信息 好我们来看一下怎么说 大家在日本过时候 我起子与服务权的归属集 台湾和日本的法律规范 以下是基于相关法律条文和实物分析 台湾法律观点 根据台湾民法 如果夫妻离婚后 原本有一方性质监护权 在该方过时会自动转移到另一方 在来的情况下 除非有特殊情况 他的前夫王小飞自动转移到 就是跟刚刚其他几个AI大模型 或者是AI搜索引擎给我们答案 都是一样的 然后第二点 过跟我们说 遗嘱的效率 就是在此有一种指定监护人 根据目前的台湾法律 遗嘱在此种情况下的效力有限 只有在后死的一方 在这里指的是王小飞 也有过失或丧失侵权的情况下 遗嘱中指定的监护人才会生效 也就是说 虽然 这里假定如果大S有遗嘱的话 指定的监护人 但就根据目前的法律呢 还是汪小飞会自动 取得这个监护权 除非是汪小飞也挂了 那这种情况下面呢 遗嘱中指定的 也就是说大S 遗嘱中指定的监护人才会生效 那么在这边还引用了日本法律的观点 考虑到大S 与汪小飞的婚姻 设计化国元素 可能需要考量日本法 在这边的话 我个人觉得 Grab给我们提供了日本法律的观点 其实是不是特别 不是特别相关的 好 最后跟我们说 在实物上的考量 如果大S有一组 情况在台湾的效率有限 你说可以用来表达 它意愿影响法院或双方的决定 子女最佳利益 问在哪个国家决定监护权时 法律都将有子女的最佳利益 放在第一位 考虑到孩子的福利 教育情感需求等 如果双方都争取监护权 法院会评估父母的 那么他最后 给我们的这个实物上的考量 我觉得也是 不是特别的讲到点上 好 结论 说根据现有的资讯 汪小飞作为身份 法律上极有可能取得监护权 除非有法律规定的其他情况 不过 这取决带此移住内容 双方的法律安排 及日本与台湾的法律互动 我觉得挂给我们的 回答不是特别准确 因为我觉得 日本的法律在这边 应该跟他们的父母 全是没有太大的关系的 因为他引用的信息来源比较多 比刚刚Germini 根本就没有跟我们说 他引用的一些信息 而且他在语言流畅度上 也比Germini稍微好一点点 所以我们给他四分 倒数第三个 我们要测试的AI搜索引擎 是Andy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Andy搜索引擎怎么说 他直接给我们 显示了一些 网上的文章 他没有直接给我们 总结他的回答 那么我们在这边点一下 Summarize 我们可以看到 Andy这个AI搜索引擎 跟我们说 根据台湾法律子女的 抚养权判定 主要考虑以下因素 儿童最佳利益 父母的经济条件 现有的生活环境 净稳定性子女情感点减 目前情况显示 身父汪小飞在 达S国受以积极参与子女 照顾事务 这个他引用的是 哪个新闻 他也没有跟我们说 然后也不知道 他为什么就能总结出 汪小飞在达S国受 以积极参与子女 照顾事务 所以我觉得 他给我们的信息准确度 不是特别好 这个搜索引擎 然后他引用的 一些信息来源 也比较单薄 所以在这边 我只能给到 这个搜索引擎 一分吧 好 接下来倒数第二个 我们今天要测试的搜索引擎 叫you you.com 同样的 我们用同样的 去问他 他给我们的回答 也是非常坏的基本一案 他就给我们了 直接的回答 子女扶养权的基本原则 那么跟之前几个 AI搜索引擎 提到的都是差不多的 子女的最佳利益 父母的扶养能力 和父母的意愿与行为 那么第二点 他说了 根据相关报道 律师指出 汪小飞取得扶养权的 几率较高 原因是 子女户籍 与监护权的联系 这是一个比较新的答案 他这里提到 子女户籍 与监护权的关系 和联系 目前子女的户籍 可能仍在台湾 若汪小飞 为主动变更户籍 子女的户籍 不会因为监护权 变更而迁移 父母的扶养能力 汪小飞作为子女的身父 若能证明 其有稳定的经济来源 与抚养能力 则可能成为 监护权的主要候选人 然后第三点 他提到了 涉及跨国法律的考量 若子女的生活 涉及到多国 如台湾与中国大陆 则可能牵涉到 跨国法律的问题 那么 U.com搜索引擎 是第二个提到了 跨国法律的考量 不同于刚刚的挂 挂同样也有提到 跨国法律的问题 但是他引用的是 日本的法律 那么U.com搜索引擎 他提到的是 台湾与中国大陆的 搜索引擎 在这边 我觉得是比较符合 目前的这个情况的 他在这边提到 适用法律的选择 根据台湾法律 若父母双方在台湾结婚 并育有子女 则台湾法律通常 适用于 监护权的判定 那么第四点 他提到了子女的意愿 若子女已达一定的年龄 通常为七岁以上 法院可能会考量 子女的意愿 了解他们希望 与那一番共同生活 那么U.com的 这个AI搜索引擎 也是到目前为止 第一个提到了 子女的意愿 并且给我们提供了一个信息是 子女到多少岁以上 法院可能会考量 子女的一个意愿 那么他的总结是 综合以上分析 方小飞作为子女的身份 若能证明其具备抚养能力 且子女的最佳利益 能在其照顾下得到保障 则他获得监护权的可能性较高 然而 若大S者 家人提出异议 则可能进一步进行协商 或由法律院裁定 那么他最后 还做一个保护自己的一个话语 如需详细的法律建议建议 咨询专业律师已获得具体指导 那么在这边 You.com的这个AI搜索引擎 也没有跟我们提到说 他引用的哪个来源 但是呢 他给我们提供的这个回答的 逻辑和语言流畅度呢 我觉得是比较好的 并且他提供了一些 刚刚测试的几个AI搜索引擎 没有提到过的一些信息 比如说子女的意愿 子女到达几岁 法院可能会考虑到子女的意愿 还有跨国法律的考量 所以在这边 我觉得我可以给这个搜索引擎的回答答案7分 好今天要测试最后一个搜索引擎是flame Annie 来看一下这个搜索引擎怎么说 把他回答的一个速度 比没有刚刚的那个You.com那么快 好我们来看一下怎么说 在分析代表事后 其年有子女的抚养权归属问题时 需要考虑台湾的相关法律规定及据情况 法律背景 根据台湾法律未成年子女权 抚养权通常归属 与父母双方 然后在他的情况下 例如一方去世 另一方通常会自动成为法定监护人 我们来看一下信息来源 信息来源是第一财经的信息 还有一篇新浪的 那么他给我们的一个回答 也是跟刚刚几个AI搜索引擎的回答差不多 大S的前夫王小飞作为孩子的另一监护人 在法律上有权利重新获得抚养权 如果大S去世 王小飞将自动成为未成年子女的法定监护人 然后他还提到了子女的意愿 在实际操作中 由于大S与和王小飞的子女 均已年满8周税 因此法律在判断抚养权归属时 会考虑子女的意愿 这意味着孩子的意见和需求 会直接影响到法院的决定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信息来源 是澎湃的一篇新闻 结论 Fing Annie给我们的结论是 根据现行法律 在大S去世后 其两个年任务孩子的抚养权将 倾向于归属王小飞 这是因为在父母去世后 存活的一方通常会获得抚养权 即使有遗嘱的存在 也无法改变这一点 同时考虑到子女的年龄和意愿 语言的流畅度和逻辑性来说 我这边只能给他四分 因为他给我们的回答时间 没有特别快 然后引用的信息来源 也很多是大陆的一个信息来源 没有多样性 所以在这边 我只能给他一个四分的评分 那么综合本次的测试结果来看 在大S的小孩的抚养权 这个法律问题议题上 那么Propacity 不管是语言流畅度 回答的响应速度 以及引用来源的多样性 在这次的AI搜索引擎测评中 是获得了比较高的评分 如果你需要查询 最新的新闻事件和相关信息 那么在这边非常推荐 大家用Propacity 但是需要值得一提的是 Propacity本身 它不是一个大语言模型 它是一个结合了市面上 主流大语言模型的结合体 它这种整合方式 意味着它能够吸收 各个大模型的优点 甚至连NVIDIA的CEO 黄仁勋黄教主 他自己也公开说 他自己也会用Propacity 来进行搜索 如果你是第一次 看到我的频道的话 我是Breden布莱登 在我的频道里 我会分享类似今天的测评视频 和分享好用的AI工具之外 我还会分享在美国创业 和生活的各种垫滴 视频最后 想问一下大家 你们平时最常用的是 哪个AI搜索引擎呢 欢迎在评论区 分享你的使用体验 我们下期再见了 拜拜 拜拜 拜拜